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我是余多多 我今天就吃一碗面 就吃一碗 小哥哥我想定制一款超级无敌特大好拉面 然后装在这个大碗里面 这个大碗 可以 可以 帮我多加一点料 多加肉 多加蛋 加满满的 谢谢 现在店长跟厨师长他们在商量如何做完这碗特大好的拉面 我也是蛮期待的 你们也一样吧 现在这个是店里面很普通的一碗拉面 这种大小 下面我的定制款特大好拉面要上来了 哇 哇 这个料真的给的很分身 哇塞 来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但这个蛋 我印象中我感觉这个蛋应该这边再放一个 这边再放一个 就是转一圈那种 像摆个花一样的 老板突然 哈哈哈哈 哎我发现他们家服务员小哥哥都很帅 都是那种比较清秀的那种 小哥哥过来酷蛋了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形容词 哇 这也太漂亮了吧 那现在我就开动药开始吃了 看一下这个小吻 这个小吻 还是给我弟吃吧 因为我弟现在放暑假了 他来了成都 今天刚到 鸡吻哥里车马 鸡吻哥里车 好的 哈哈哈哈 你吃吗 我真的隔离车了 真的是 我自己 那我自己就独享这一盆 我蹲上来给你们看一下 哇哇哇哇哇哇 哇 真的是不是很分身 因为我不敢倾斜 一倾斜 它里边的东西就溢出来了 还是很重 我觉得有 20斤不知道会不会有 我感觉应该会有吧 我先来一口 它上面的料给的挺多的 它这个蛋好像我刚刚默默的数了一下 大概有18个半颗蛋的温泉蛋 然后6份大虾 然后6片海苔 6片叉烧 然后下面底部 叉烧下面会有很多的那种豆芽 生豆芽 然后下面就是这种 比较细的这种浴室的拉面 好的 30分钟 吃完超级无敌特达好拉面 免费 开玩笑 我好喜欢这个温泉蛋呀 它是半流星的这种状态 它蛋白是像那种卤蛋的味道 好像我们日常吃的那种茶叶蛋的感觉 甜咸狗的 我很喜欢日式的酱油 就是那种甜酱油 我要吃 为啥吃蛋吃上瘾了呢 我要开始缩面了 它这个面质感很好 刚刚完美的为你们表演了一下 不嚼对面 一口吞的 这种算一个绝活嘛 我的叉烧 大片的叉烧 看 它是这种一圈状的 有一点像太极的图形 这种圈状的肉 它叉烧瘦的部分还是比较有点柴 但是它的味道很好 很香 有猪的那种香气在里面 它上面还撒了一些 应该它不会撒的就是成都的干海椒面吧 但有点不像 有一点像那种地狱拉面会撒的那种 辣椒粉 我要吃一下 它很脆 很爽口吃起来 我的大虾还没有吃呢 这边背的是这种很大的 有手掌大小的阿根廷红虾 我先吃一口这个大虾 我就一口吃了 它的鸭肉 它的虾肉很鲜甜很新鲜 肉质的柔嫩 看一下 是吧还挺大的 这个虾真的好吃到我不想停下来 我这份拉面它的味道就是那种 招牌的豚骨拉面 只是家的料会特别定制款的 可以哈 OK 看边我要开始吃这个面了 带壳的都吃完了 这个海苔我刚刚还没有吃呢 我要试一下这个海苔 看看 底部还遗留了一个虾 给你们观赏一下 待会再吃它 放上去应该比较好看 这个是笋 你们喜欢吃这个笋吗 我觉得这样看着的话 它有点像 毛毛虫 它是粉脆粉脆的这种笋 带一点酸味 在你咬下它瞬间 用舌头慢慢品的时候 它的酸味会慢慢的出来 把它喝一口汤 它的汤底是属于那种浓郁 很浓但是不油腻 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那边那个区域把这个菜叫什么菜 成都这边好像是叫脚白 我们那边是叫包头菜 包头菜 那你们那边呢 这个叉烧是一圈肥的一圈瘦的 然后这样盘起来 看一片多好看 感觉这一碗今天吃的这一碗是只在冬瓜片里面会看到的 一口肉一口面下面拖着面一口 爽 大口吃面大口吃肉大口喝汤 就是吃这一碗定制版的特大好拉面的三步 吃个虾 我觉得这里面的虾要比叉烧好吃 因为叉烧它还是瘦的部分有点柴的 这个是葡萄汁 这个是葡萄汁 吃蒜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就是节节高生 但是有一个瘦的话你的手 还是要得切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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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现在还有两颗蛋 鸡也就一颗 一颗完整的 两颗半蛋 我要把它吃 好了 就没有了 好了 今天我的定制款大吻拉面就吃完了 如果你们下期还想看我用大吻吃什么的话 可以在我微博下方评论 那喜欢我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大网语多多 下期你们还期待看我用它吃什么呢 拜拜 我们下期见